拼一看准啊 丢上脚底弹 差很多 确实是胸口会有一点闷啊 但是其实并不好 这个球呢 我是觉得说 带拉杆呢 去挂一下那两颗红球以后呢 来做三分的右上脚底弹 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但是他想用case嘛 主球不会下去这么多 但是没想到呢 主球顶得很正 一个follow就下去了 虽然这一杆得了两分 但是下面还是要救 那就到 订阅柜 祝 刚才那颗球应该是 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没有想得很清楚就打了 这个球完全是带着设计的啊 不可能不知道顶到这颗球 干法上是准备顶这颗球的整颗 Randy呢 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看这一局 他有没有办法拿下这个乱局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传统乱局 扣回来 在这样的乱局当中呢 选球次序上一定要有一定之规 虽然只有五颗红球 但是五颗红球再加上五颗彩球 连接上是石杆 这石杆能不能做到很完美 就要看他的一个想法 要一个家常的一个夹干 一来吧 吃饭 吃饭 植物 我一次在香港碰到了一群香港的球迷 然后跟他们聊过一些球 在球房里跟他们聊过一些球 他们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测试 说你的球被定在几几 有业余权说的被定在几几 这个测试是 那测试是什么呢 就是看起来所有人都会说 哦 所有人 每一个人 就是台面上只有三颗球 一颗篮球 是放在五分的点半 然后在它的上方和下方各摆一颗球 也就是说红球 这三颗球呢 都是对着中带的 对吧 就是中带都很好打 都很好打 主球摆在你手里 Boying Hand 来打一套十二分 给我看看 就是打两颗红球 然后打两颗篮球 而这三颗球 就是说如果我们以主机的机位看的话 它纵向排列 那么那两颗球里篮球之间的距离呢 是一颗球的距离 一颗球 一颗球的距离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输的 我明白 就是三颗球都很容易进中带 对 都是几乎直对中带 五分是直对中带 另外两颗只是有一点点角度的 角度是中 它和篮球中间有一颗球吗 有一颗球的距离 对 是现在这个方向看 是纵向排列的三颗球 篮球在中间 上面一颗红球 下面一颗红球 打十二分 这就是打一套篮球 再打一套篮球 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到 很多人说 哦 郭老师 你也觉得 哦 我告诉你我打了第三次才成功 这个明天大家可以试一下 就是说 我的第三次成功 绝对不是我打得不准 就是走也走不到 哦 十七分的时候露这颗球啊 来看看 哇 没有打进 没有打进 看出去 哎呦 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它是故意的吧 这颗黑球挡到了五分 方向不好 哎呀 这个狮子挥球 方向不好 哦 哦 这种球真的很难做 它要打得薄才会好 嗯 嗯 这根球它没有弓啊 不要再走啦 只要不露中带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被对方的手架摆起来太舒服了 但这个球只能轻推 哦 它打拉杆 要避开中带 哦 还是选择轻推 嗯 这个球为什么只能轻推呢 因为发力 分力大一点 主球就摔带了 所以它只能用轻推的办法 对 让主球的分力变小 力道要再大一点 出来 好球 好球啊 很漂亮 过干 打到半颗就它就输了 哎 它蹭到薄球 薄球很可能也是一个尴尬的一个局面 但也还好 嗯 如果它打到是半颗球的话 嗯 就肯定就漏了 这五分球就出来了 嗯 哎 这不对啊 那也不好啊 它的想法呢 是用黑球来调 对 其实这个时候不是调球的时候 就是把主球放回来就好了 长球架杆很难架 这个是手指长的优势发挥出来了 打进了 翻脚 这个球 不过给丁权辉的这颗球也并不好打 这个安全球很到位 不过呢 看Brandy拼不拼 应该是要拼了 带口了 主球 这个球是要输了 好的 今天会赢得了这场比赛2比0 赢得干净利落 很轻松 那这样对手可以确保 这场比赛呢 这是4分了吧 对 冰军会已经是4分了 确保出现了 确保出现了 这场比赛 比赛 这场比赛 适合 这场比赛 更加密费的 是5分了 这场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